今天我们来分享葱香手抓饼的三种做法 香酥多层,非常好吃 400克的面粉中加入盐5克,给个底味 15毫升植物油,可以使做出来的饼更柔软 分次加入60-70度左右的热水,260毫升 边加边搅拌 您也可以用一半滚水加一半冷水的方法来合面 当面粉搅成大面絮状以后,再逐渐揉成稍软一些的面团 揉面时,我们也可以先把所有面絮揉成团 醒个10分钟再来揉,就很容易揉成光滑的面团了 面团揉匀以后静置10分钟 直接将面团搓成长条 再均匀地切成8个剂子 每个约80克左右 取一个剂子 揉圆后顺势搓成长条 整齐地排放到盆中 倒入少许植物油 上下翻动一下面团 使每个面团都沾上植物油 盖上保鲜膜,醒一小时 这期间,我们来准备油酥 15克青葱,加入30克面粉 5克盐 热油45克,倒入面粉中搅拌 油酥稍厚一些,手抓饼的层次会更好 如果您不喜欢吃葱 如果您不喜欢吃葱 这里可以不加葱 桌子上抹油,取一个面剂 按扁后,用擀面杖 从中间往上下擀薄 再往两边擀长 挖一勺油酥 均匀地涂抹在面片上 方法一 用刀在面片的表面画直线 两头不切断 上下合拢面条 用手按压排出气体 从一头往另外一头卷起 收尾在下面 一个手抓饼,饼胚就做好了 方法二 从下往上 像折扇子一样,把面片折成条状 从中间往两边按压排出气体 从一端往另外一端卷起 收尾也在下面 一个手抓饼,饼胚就做好了 方法三 把面片从下往上卷到底 按压排气 从中间把长条切开 从中间把长条切开 当所有的饼胚都做好后 松弛十分钟 为了解决擀面 饼胚会回卷的问题 我事先在桌子上先放一张油籽 摆上饼胚 摆上饼胚 然后再盖上一层油籽 先按压再擀 你会看到饼胚很容易 就被擀开了 也擀薄了 不会往回卷 在这里 我们用到了橡皮筋原理 利用油脂和面团之间的吸附作用 把面筋撑开 而且可以超过它的弹性限度 这样使面筋失去了回缩的能力 这样的饼就被撑开了 用同样的方法 把所有的饼胚都擀好 每层之间用油脂分割开 放入到冰箱冷冻起来 谁吃谁拿 特别方便 用过的油脂 还可以反复使用 早晨起来 我们来做手抓饼 电饼称中抹油预热 放入树洞过的手抓饼 不需要提前解冻 当一面烙好后 翻面再烙另外一面 中途可以把饼像这样松弛一下 促成效果会更加好 2-3分钟一张饼就烙好了 用手撕着吃 外层酥脆 内层柔软又筋道 葱香味浓郁 太好吃了 打一个鸡蛋 做鸡蛋手抓饼 吃起来也非常美味 无论喜欢哪一种 都可以立刻做起来吧